告诉我你每天会用多少次手机中的这个功能 没有它你将寸步难行 就连地摊买个菜都难以交易 那就是摄像头 你知道它是如何识别二维码又是如何拍照的吗 通过这个视频给你们讲的明明白白的 当我们启动手机摄像头那一刻 首先来自周围场景的光子会进入相机镜头 流过彩色绿光片 并撞击传感器的光电二级管像素 然后这些经过颜色过滤的光子被每个光电二级管吸收 并把它们全转换成模拟电流 并将其转换为数字12位的二镜置值 1200万像素的相机图像就有1200万个12位的二镜置值 补充说一下 五颜六色的色彩都是由红青蓝这三种颜色组成 所以相机捕捉到的场景只有这三种颜色 紧接着就是要将这只有三种颜色的场景 还原出人眼能识别的自然颜色 但在还原颜色之前 这些图像的数据会被转存至手机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就是6G、8G那个运行内存 为此数据将从相机传入并进系统芯片 下来就到手机图像信号处理器开始工作了 它会对这些只有三种颜色的图形数据进行补光 就是类似由于光线不足造成的马赛克这种 会对它进行去造、锐化、增强 让这些马赛克模糊部位优化的更加清晰 这些被优化过的图形数据又会被转移到图形处理总部 也就是强大的GPU会对红青蓝这三种原始的颜色 进行色彩叠加还原出我们肉眼能识别的颜色 并生成RGB直被发送到显示处理器 这时你在手机取景显示框中 看到的场景就是前面一系列操作模拟还原出来的场景 到这时步骤还没走完 当我们咔嚓咔嚓按下拍照键 它又是如何存到手机上的 首先它要对原始相片进行压缩 这步骤还是由强大的GPU完成 紧接着就是重复前面刚才的步骤 补光锐化之后就是色彩叠加一系列优化完成后 再把图片传送至我们手机固态存储方便日常读取 如果你想把这些相片通过微信或者其他网络发送出去 它又会把这些相片从固态存储调取复制到手机动态存储器 之后把它划分到调制调解器 并把它打包转换成电磁波 通过蜂窝或者WiFi发送出去 那我们平时上网甚至打跨国电话 手机与信号塔的这些数据交换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未完待续